啊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刚刚说好可能为数不多的处游 仅过了一周 我又出来玩了 那这个季节呢 正好是看枫叶 秋高气爽 然后采摘和一些四处闲逛的好天气 那再过不久呢 可能就要下雪天了 那真的是没地方去了 那今天我们来的地方呢 是一个旧式的公共交通的一个小博物馆 那这个博物馆展出呢 不是所有的公交车 主要展出的是一些有轨的公交系统的车 比如说一些沉寂的小火车啊 一些在市区开的 在轨道上开的一些公交车 那跟着我们镜头一起去看看 以前的车长啥呀 在市场上 这边的小博物馆展出的 不是小博物馆展出的吗 是这样吗 对了 我可以看看 那我们先进来来看到这一辆呢 是在18几几年的时候常用的一些公交车 那这是整体是镂空的 而且是物质结构的 很复古啊 那旁边这一辆呢 可能大家会见得很眼熟 我们会在一些之前的国内的一些民国时候的电视剧里看到这一系列的车 那这个呢就是在二三十年代 在一些大的城市会看到的一些油轨汽车的图形 所以说大家看着会很亲切很熟悉 那这一辆呢就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东东多和北美常开的一些公共交通的 你看已经有了TTC的标志了 那这一辆呢是一九零几年的时候的一些公交车 它的轮胎还是木质的 那这里呢就这个区域呢就是偏现代辆车了 那像现在的这辆车是目前为止还在市区内运行的油轨的公交的油轨车 然后这边呢就是城际铁路上开的一些火车 我们也俗称它为小火车 它的时速可能不会有正常的铁路上的车块 但是主要还是承担的类似于公交交通的运输功能的一些小火车 看着这么多车总体我个人的感觉就是相对来说加拿大还是一个木材比较富的车 它很多的木头不缺木头 所以说它很多的车厢除了底盘之外 车厢内的地板也好座椅也好 很多的还是采用木材作为原材料制作的 这辆是一九一零年在市区开的公交车 那可以上去我们上去看一下 这是座椅 宝告 它是这样驾驶的 相比现在的操作还是挺复杂的 专业度挺高 那这个小型的博物馆虽然不大 但是总体来说它的这些车厢 串起了北美尤其是加拿大地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城市的命脉和一个毛细血管 都靠着这一些过去的车头 使得整个城市充满了活力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出这个是什么 我也相信很多人尤其是零零扣可能就不知道了 那这些呢就是俗称的头臂箱 那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对于头臂箱的概念已经慢慢慢慢的淡去了 因为我们很多现在都是用的交通卡和二维码 但是对于这边来说 头臂只不过说是前几年刚刚结束的一个历史的物品 历史的进化这些代币慢慢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在2015年彻底的告别了历史 现在慢慢的变成了现在的交通卡 那这里的车厢就是已经靠近现代的地铁车厢了 那像刚像这个车厢跟我刚刚走过的那个有过桥过去的那个车厢 是在近期刚刚被更换下来的地铁车厢 一直沿用到现在的地铁车厢 当然现在因为技术的不断的更迭 这些车厢已经慢慢慢慢的已经被淘汰不用了 而这些车厢呢有个最大最大的特点就是 没有空调 在这里呢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那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后面全部参观完了到了这边 这已经是现代的公交车样子了 那还是当然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 他们还是在轨道上开的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油轨电车 哎呀参观完了这个油轨车的博物馆 感觉有种真的穿越的感觉 最老的车是1880年就开始在运行的 那主体的结构都是木质结构 那很多的车现在这个结构还是保持着 你像如果说有机会来多伦多的话 你可以坐一下这边的公交车 一些比较老旧的公交车 你会发现它的很多的内饰 还是用木质结构来进行一些内装的 所以呢 嗯这个车可以让你有种穿越时代的感觉 那参观完之后呢我们去车站 等一下那个小的油轨车 运气好的话可以坐到复古的车 那一般的话现在还是那种 现在已经在流行的车 那坐这个车是次要的 关键就是它在这个山区可以绕一圈 我们可以看一下山间的一些枫叶 那这个车是20分钟一般 可能现在还要等一会儿 走吧 走吧 这边是20分钟一会儿 下一步的车是20分钟一会儿 我们也是50分钟一会儿 我们还是50分钟一会儿 我们还是50分钟一会儿 我们有点资格的车站 我们就订阅一下 我们的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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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 好